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大家看到这套房子呢 地址是已经在这边显示了啊 区域是St. Albans 但是呢距离Merryville呢 就是一街之隔啊 所以街区还是很安静的 可以看到呢 这是一块建设 建在这个后方的一栋两层的建筑啊 它呢是有四间卧室 两个卫生间 加上四个车库 这有两个车库 这个是单独分出来的啊 它这个整个的地块的面积呢 是636平米 可以看到都是铺装好了的水泥地面啊 然后呢 左手边呢 这边是两个车库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 这有一道铁门啊 用于增加你的隐私性和安全性 它这个外墙呢 有一部分的材质是weatherboard 也就是木头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从这个正门进去 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构造和这个布局啊 这边有楼梯可以上去 这个走廊呢 通向后院 还有一间卧室 还有车库 所以这边呢 是起居室 餐厅和厨房 可以看到光线非常的充足啊 因为它的朝向呢 是朝向西北的 这个大厨房 然后宽大的大理石备餐台 还有这个灶台 加上这个双开门的大冰箱 以及走入式的食材间 可以满足全家人的饮食需求 厨房旁边呢 这边的推拉门呢 可以把它展开 是一个隐形的工作台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办公的区域啊 或者孩子在这边写作业也是可以的 那到这边呢 是客厅的区域 它这个客厅会有一 有两边的推拉门 可以把它关起来 来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啊 可以看到在这边 所以说如果家里面 来客人的话 需要一点私密的会客空间呢 可以把这个拉上 那我们现在转一下 看一下这个整个的构造 还有布局 那这边呢 通向室外的露台区域 同时呢 它也有一片户外的用餐区啊 所以这样的花园呢 都是因为是铺装的地面 所以呢 非常的好打理 只有边缘有一些简单的小的花坛 你需要去简单的维护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 是一个小孩子玩耍的区域 还有一间小房子啊 我不知道是狗狗住的 还是小孩子玩的 那好的 这边呢 又是一片木板铺就的露台啊 可以看到那边是一间卧室 所以这个木板的露台呢 加上右边的这个花坛 它可以把它围成一个 这种下午茶区域吧 就是下午的时候 约几个朋友在这边喝喝茶 聊聊天 现在来看一下这间主卧啊 算是主卧吧 虽然是在楼下啊 但是呢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 要去它的配备的单独的洗手间啊 有盥洗池 一个马桶 还有一个淋浴间 淋浴间的地面呢 它采用的是这种大理石的地面 加上这个瓷砖的墙面 所以呢就是比较好打理 比较容易清洁啊 好的 接下来我们去 它这边呢 也是有一间自己的小衣帽间啊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楼下的这一间主卧 其实尺寸上面的话 还是挺好的 而且呢 这个落地窗的朝向是朝向西北 而保证呢 这间屋子的光线 还有这个 它的这个保温也是有双层的玻璃的 所以保温做的也都不错啊 这边是过道啊 这边呢 有一个单独的洗手间 那左手边呢 这是他们的双车库啊 在车库里面呢 你可以放一下一些额外的像冰箱啊 一些储存的一些东西 还有就是洗衣机 烘干机 以及这个后门通向后面的晾晒区域啊 这就是车库的一个构造 那好的 我们接下来差不多呢 可以去楼上看一下啊 现在出来走到这个楼梯间 楼梯的这个位置 它这边有一扇门打开之后呢 是一个楼梯间下面的一个储存的空间 所以呢 那可以用作小孩子存放他们的一些玩具的地方啊 那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去楼上 看一下它楼上的这个布局是怎么样的 这栋房子呢 是建设于2009年的 因为是在地震之前啊 所以地震当中 它受到了一点影响 但是不严重 问了一下 EQC的这个Claim 总共也就一万多牛币 按照它这个尺寸的建筑来讲 这个的话已经算很少了 基本上都只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啊 正对着楼梯的右手边 可以看到这边也是有一间 应该是储藏间 我们打开看一下 它这个里面呢 后面是他们这栋房子的热水 电热水器啊 然后呢 前方是他们的一些储存间 然后这楼上呢 是有三间卧室 这样一字排开啊 所以可以看到这三间卧室 然后右手边 尽头那里 有一张书桌 可以用作单独的一个学习区域 这边是第一间卧室 我们来看一下 窗户呢 是两面窗户 分别朝向西北和西南 所以光线也是很充足 加上呢 是在楼上 而且全屋也都做了保温 所以呢 冬天的时候 应该还是挺温暖的 但即使是这样呢 可以看到它这个墙边 还是有一个壁挂式的暖器 配了双人的衣橱 这是第二间卧室 这间卧室 相对于那一间来讲的话 就是窗户会小一点 因为可以看到 它这边是一个儿童房 或者是婴儿房啊 所以就有一扇 相对来讲小一点的窗户 但呢 但它其实也是一个 有双人的卧室 也是有双人的衣帽间啊 可以看到顶上的那个 可以看到墙壁上 有那个电风扇的转的光影 这是因为在新西兰 尤其是南岛 其实夏天呢 你不太会用到空调 就没有那么热啊 接下来呢 这边就是主卧 主卧连通的呢 是这楼上三间卧室 共用的洗手间和灌洗室啊 主卧呢 也是光线非常的充足 两面的窗户 分别朝向东北和西北 所以这也保证 这个房子的全天后呢 都会有阳光照射在里面 可以看到 这个还是很亮的 对吧 嗯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去他们这个楼上的洗手间看一下 这个洗手间呢 相对来讲就 小一点 但是呢 它还是配置了 配备了一个浴缸 马桶 以及淋浴间啊 但是呢 这楼上三间卧室 共用这么一个洗手间和浴室 确实是有一点点不方便啊 尤其是孩子如果大了的话 如果它在楼上这边再加盖一个洗手间 那真的就可以说是完美了 嗨 说的跟我买得起似的 咱们再来说一下它这个房子的数据吧 整个的地块的面积是636平米 建筑的面积是285平米 包含了楼下的那个双车库 建筑的年代呢 是2009年 这个房子的区域呢 在Saint Albans 位于市中心的北面 紧邻着Papa Noi Road 开车到市中心的话 也就差不多五分钟吧 周围呢 还有两个大的商场 一个是Merryville Mall 还有一个是Northland 那在这边的生活是很便利的 与此同时 因为这个社区是属于成熟的住宅区 加上你的这个房子是位于地的后方 而且有一道铁门拦着 所以隐私性和安全性也是有保障的 接下来就是很多华人家庭特别关注的学区啊 这边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很好的学区 高中是Papa Noi High 也还不错 2019年 它的这个政府估价RV 是95万纽币 售卖的方式是拍卖 预估的估价应该能卖到150万纽币 所以事实证明了买房子的时候 只要你的钱到位了 这些所谓的便利性 私密性 好学区 以及大的居住空间 其实都是能够同时满足的 那么大家觉得这栋房子怎么样呢 也欢迎留言或者通过弹幕告诉我们 好吧 拜拜 拜拜